中国首个太空站的核心舱,天和核心舱 照早在海南文昌发射场,顺利升空,进入预定轨道 高玉亭报道 5,4,3,2,1,点火 搭载着天和核心舱的长征5号B摇二运载火箭 早早11点23分,在海南文昌发射场顺利升空 虽然今天海南天色并不晴朗,云比较厚 但仍然达到火箭升空的最低要求 火箭升空之后一切正常 升空三分钟之后,助推器首先分离 离开大气层,前端整楼罩打开分离 8分钟之后,成功实现仓战分离 天和核心舱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今次是中国首个太空站天宫空间站的首个发射任务 预计未来两年再有10次发射任务 包括两个实验舱 四艘神舟载人飞船和四艘天舟货运飞船 以完成交汇对接和相关载轨关键技术验证 力真在2022年前后,完成太空站载轨建造计划 建成之后,太空站预期可以营运10年 有线电视记者高玉庭报道 基内观预期可以71 基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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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尔